这一区啦 所以要等一下从这边挖 抓漏时拿着热衔仪 自细满满 所漏水点就在这 刚好漏水点拿什么都要有的地方 所以就从这边挖 可能就挖到结构体 楼上住户不想成为二邻居 花钱抓漏 结果漏水点没抓到 先漏财 不用破坏的 然后是用这个热项仪器 然后他们是说号称百万 比别人贵三倍的价钱 来做一个热项仪的检测 抓漏时出国旅游 头孙找来另加水电视帮忙 还透过赖联系 手绘图但易开挖 开挖下去是完全没有他讲的水管 有人问他那他怎么回应 他就说挖得不够深 一二楼天花板漏水 怀疑是三楼住户 住家馆限量货 头孙花钱抓漏 结果抓错点 人漏水点原来在另一边的四楼住户 非破坏性的检查 所以他们只是建议 他们并没有叫我一定要开挖 所以小百万就说 那如果你们都造出来了 他不开挖 他怎么知道那个地方到底是不是有问题的 头孙说检测费一万五 开挖填补就花了两万多元 为了开挖问题还请房客退租 零零总总损失惨重 我们支店向被控诉的抓漏师求证 他说抓漏没有抓到点 愿意全额退还检测费 住开挖费愿意补贴一万元 但其他球场无法认同 双方协调布局只能提高由法官判赔 双方协调布局只能提高 双方协调布局只能提高